各位學員,大家好 我們來說明一下颱風的生命週期 颱風從誕生到消失 它的發展過程分為四個階段 熱帶去前颱風行程至少要滿足以下五個條件 1.要在太闊的海洋表面上 而且海洋表面水溫度要高於26.5度C或27度以上 才能提供工具中足夠的水氣來源 2.要偏離四到五個尾度以上 再次到上五瓦產生克勢力 克勢力是地球自轉所產生的向心加速度 才能支持氣壓低度 3.要有不穩定的大續成 也就是 近海平面事先要存在有基本的擾動 才能啟動 熱帶去前的產生 第四 高低層垂子風切要小 才能有利於 熱帶去前向上垂直發展 第五 大氣精力 穩定度要適合於西與雲的發展 颱風行程的氣象原理 在熱帶海洋 通常是接近四到 北尾五到十度 溫度超過 二十六度C以上的熱帶 或 互熱帶海洋上 由於 靠近海洋 表面的氣溫升高 大量空氣 膨脹上升 使得接近海洋 表面的氣壓降低 成為低氣壓 因為空氣跑掉了 壓力就點低了 周圍 冷空氣 遠遠不斷的補充 流入 受到地球四轉 偏向克斯力的影響 周圍流入的空氣 會旋轉起來 也就是 本來是直線運動 加上克斯力的 加速度轉彎 因此就會旋轉起來 上升之後的空氣 膨脹 來到高空中遇到冷空氣 其中的水蒸氣 就會凝結 形成水滴 放出熱量 使得低層空氣不斷上升 接著靠近海洋表面的氣壓 因為空氣不斷上升 因此氣壓下降的更低 空氣轉動的更加猛烈 最後 停成了颱風 右下角圖說 描述的是 颱風從發生 發展 極盛到衰弱 四個階段 發生期又稱為孕育期 成長期又稱為發展期 疑勝期又稱為成熟期 摔退期又稱為摔弱期 颱風 從發生到衰弱 生命期 一 颱風強度約分為 四個時期 每一個時期 有時候 是一兩天 比較長的時候 會有兩三天 每一個颱風 都不一樣 從發生到消滅 比較短的生命周期 是四天五天 比較長的生命周期 可以達到15天 例如說 納利颱風 左下角這個畫面 假所標示的位置 是颱風發生的時期 通常 一項報告會說 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寬島附近 形成遮帶低氣壓 那叫發生期 隨後 依照導引溪流 以及海洋 表面上的水蒸氣 不同的條件 會進入所謂的發展期 通常 台灣 就是位在頂這個位置 頂這個位置 表示是 大部分攻擊 台灣的颱風 都是達到急震期 也就是速度 最快 強度最高 接下來 越過中央販賣 中央販賣好像是一個 消能器 把颱風 減弱之後 進入台灣海峽 來到了 中國大陸 就稱為衰弱期 以下進一步說明 颱風生命桌體 裡面發生期 可以用下面 四個步驟來說明 發生期 也就是孕育期 日大海洋表面 經過太陽一天的照射 海面上 混合著 水蒸氣的熱空氣 形成了很強勢的 進一步說明 颱風生命週期 發生期的 形成 又細分為四個步驟 一 低壓擾動 二 低壓增強 開始旋轉 低壓是怎麼形成的呢 就是 因為 旋轉的空氣 將空氣 往外甩 中心空氣 越來越稀薄 速度越快 空氣越稀薄 空氣壓力 不斷變小 形成 各帶低氣壓 運動越來越旺盛 水氣凝結 釋放顯熱 颱風 沈醒 影響 螺旋狀螢帶 將即出現 颱風生命週期 而發生期 又稱為 孕育階段 熱帶海洋表面 經過太陽一天的照射 海洋表面上混合的水蒸氣的熱空氣 形成了強盛的激移 這些基因 引力的熱空氣上升 周圍較冷空氣 遠遠不絕地補充進來 依照熱量再次上升 如此 使得 海面上的濕熱空氣 往上方飄升 使冷空氣 補充海面不斷對流循環 上方的熱空氣裡的水蒸氣 蒸發擴大了 淫帶範圍 淫帶範圍的擴大 使得射中運動更加劇烈 不斷擴大的引轉 受到避轉偏降力影響 在結段久逆死身旋轉起來 形成熱帶去旋 熱帶去旋 旋轉的空氣產生了離心力 拿空氣往外耍 中心的空氣越來越稀薄 空氣壓力不斷變小 形成了熱帶低氣壓 成為颱風起始結段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激氣壓 熱帶去旋 颱風 發展的過程有四個階段 在這個方面 出身階段 左上角 右上角 承手階段 左下角 摔擾階段 右下角 消滅 消減階段 出身階段 就是所謂 發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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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成為孕育期 颱風 應量 生成之前 是一個 微弱的 熱帶進 低氣壓 下角 第二階段 說明 說明 颱風的生命周期 原理 發展期 有一點像 小朋友 從嬰兒 進入 幼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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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反多歲 到 近六四年之前的幼兒期 三歲以後 在台灣來說 就是 成為發展 增長階段 因為 熱帶 低氣壓 中心氣壓 地外界低 所以 周圍 空氣 總向 熱帶低壓 冷空氣 熱熱上升 提供了 熱帶低氣壓 較多的能量 這時候 熱帶低氣壓裡面 空氣 顯短的更厲害 因為 測試力的關係 中心 最大 風速升高 風速 越深高 中心的氣壓 近一步降低 等到 颱風中心 最大風速 達到一定標準時 熱帶低壓 提升到 熱帶風暴等級 接著 再提升到 強熱帶風暴 颱風等級 有時候會提升到 強颱風 甚至 超強颱風 這要看 能量輸入 輸出的大小來決定 當 輸入能量 大於輸出能量 颱風就會增強 反之就會解脫 颱風生命週期 第二階段 幼兒期發展期 就是說明 熱帶氣險 形成後 繼續發展 威力 漸漸增加 由 前述所談到的 颱風生成 兩階段 這時候 就是 進入 第一階段的 第二階 第一階段 是 熱帶氣險 風風半徑在50公里 因為地球自轉 在北半球逆時 增方向旋轉 接下來 就要往 下一個 第二個階段 也就是 生命週期的 第三個 週期 就是成熟期 或者 遺盛期 接著 來看看 颱風的生命週期 成熟期 也就是 極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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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人類的 心狀 到 壯年 心狀 就是在 大學畢業 到 50歲 成熟期 極盛期 或稱為成熟階段 這時候 颱風經過了漫長的發展 已經變得非常強大 已經具有了造成災害的能力 如果這時候 登陸 就會造成重大損失 非常不幸的 在 特利賓 後面 形成的 颱風 在 甲乙階段 甲 是 孕育階段 乙是 發展階段 頂是 成熟階段 也就是 每次攻擊 台灣的颱風 都是 達到 颱風的 形狀起 具有 非常大的 災害 攻擊能力 因此 我們 是否 應該做好 所有的 防災交易 特別是 風災的準備 進入 急盛起 或 沈索起 的颱風 已經是 最強盛階段 中間 氣壓 也是最低的時間 這時候 造成 災害能力 也最大 就是 所謂的 颱風 深陣 兩階段 第二階段 它的 漩渦 擴大到 300到 500公里 空氣 上升 變成 淫雨 接下來 說明 颱風生命週期 和最後階段 衰弱期 有如 人類的 進入 年老期 65歲退休之後 慢慢 邁向死亡 第四階段 消防階段 颱風 要 死亡的 路徑有 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颱風 登入 陸地 受到 地面摩擦 能量供應 部署的功能影響 颱風 會迅速 減弱 消防之後的 殘留 允許 可以提供 某一個地方 帶來 時間 第二個 消防路徑是 颱風 颱風 在東海 北部轉向 登入 韓國 或穿過 朝鮮海峽 在日本海 變為 溫代 氣潛 變性為 溫代 氣潛 消亡 消慢 從這個 右邊的圖桌 都可以看到某一支颱風的民進路線 甲 稱為 定域階段 已稱為 發展階段 挺 稱為 乘所 急盛期 因稱為消防階段 台灣所在的第一底位置非常特別 每次都是在颱風最強震的時候 被颱風攻擊 台灣的地景特殊因為颱風攻擊 台灣經過中央山脈消遣之後 越過中央山脈 因為 北半球的 逆時針 台灣環有 再度把 台灣西邊的 台灣海峽 平面上的水增去 台灣島的地理環境特殊 當 台灣被 颱風攻擊的時候 往往是 颱風 最 強盛的時候 雖然 颱風 登陸台灣 經過中央山脈 空力會燒點 但是越過中央山脈 來到 台灣西部 颱風中心 越過 中央山脈 來到 台灣西部 會再度 集結 台灣 海域上的水增去 第二次 對台灣造成 鬼馬鄉 惡事傷害 甚至 有時 因為 負熱帶高氣壓的影響 或者是 橙眼效應 使得 台灣 滋留 或者是 沿地打轉 就會造成 台灣的大災難 因此我們可以說 就地理環境來說 台灣 是一個寶島 因為 每年的夏天所帶來的 颱風 颱風攜帶大量的 海面上的水氣 可以 孕育的 整個 台灣的 控制物 但是 有時候 如果 颱風 滋留 或者是 打轉 所期待的 好影 過影不及 因此 我們 在面對颱風的時候 如果把颱風當成是一個小流氓 一點都不顧問 如果這個小流氓 來一下刺激我們 我們會更努力的鍛鍊身體 但是如果這個 小流氓 又帶來了大流氓 造成 人命傷亡 那就一點都不好 所以 我們應該 做好 防災交易 面對颱風這個小流氓 我們要 鍛鍊身體 做好 防災 和 教育跟 防災的訓練 演練 準備 老天爺 很難做人的 對 學生上班族來說 颱風最好能夠 大到 好大雨 放颱風降 但是對於 救災人員 來說 颱風造成的災害 往往死人 以以分命 特別對於 寶物來說 我們希望 來的颱風 都是 帶來一點點雨 但是 不要有 傷害 講到這邊 想到 2014年 8月份 是歷史上 64年來 第一次 8月份 沒有 攻擊性的颱風 登陸 也就是 有過境 帶來 各在西南 虛流的 限限性 與 滋認了 台灣這塊 寶島大體 以上 黃天爺 保平安 第二單元 第六節 到此講述完畢 對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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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